请请 老板 请请 罗爷 三 这家老板有本事啊 怎么能找出这么丑的媳妇呢 上哪找的呀 这不是那猪肉仔小林子吗 你也来喝茶了 好清闲哪 就是 林子 记着啊 下个月的钱 给我 给我 林子 这个不能看 给我 看什么看呢 坐下 跑什么呀 罗爷在你这吃瓜子 是给你面子 你知道吗 是 他到底又干嘛呀 不知道啊 怎么会是又要钱吧 哎呀 罗爷 看见了吗 嗯 就咱们辛苦 他们很清闲哪 老板 你说要是没我 他们能过上这种日子吗 就是 三 在我上 在我上 到这儿 舒服吗 就舒服的 四儿 那就不用给我面子了啊 哥 动哪 好嘞 看我的 罗爷 都给我慢着点啊 别急吧 别动别动 谁动坏了我的店 别管我老罗不客气啊 罗爷 我说老板 还得让我罗爷请你来吗 罗爷 罗爷 三爷 罗爷 你有话慢慢说 去 我跟你说得着吗 太丑 你老婆 太丑不明白吗 老板 我可真佩服你 上哪儿找那么丑的媳妇啊 你找这么丑的媳妇 你让别人怎么看我罗爷啊 罗爷 您的话我不明白什么意思啊 那还是我对不起你了 话我都讲不明白了 是不是 罗爷 三爷 我真不明白 不明白啊 三爷 我告诉你啊 赶快带上你的臭婆娘 给我滚蛋 从明天开始 这个店 就姓罗了 明白了吗 罗爷 这不行 哪能够废话啊 行行 我这就走 我这就走 滚 好看吗 赶紧给我滚蛋 滚 滚 哈 哈 徐大人 潘愉百姓已经民不聊生 苦不堪言 再这么下去的话 恐怕要逼百姓们造反了 这个罗成人 一向如此吗 他原本还不敢如此嚣张 哈 哈 你已经冒犯过朱将军 朱将军没把你怎么样 啊 这已经是颇为容忍了 怎么 你还想把他的舅哥 也给抓起来 是 徐大人卑职也不想得罪兵马司 只是 这实在是忍无可忍 我已经派衙衣们 到街面上去维持秩序 一定要设法 让罗成人这帮人 收敛一点 为了潘愉的百姓 我已经顾不得 罗成人是不是朱将军的舅哥了 这事啊 你自己看着办法 本官不便说什么 本官只想告诫你 不要惹祸 你以为 对兵马司颇有微词地 指你一个支线吗 嗯 可偏偏就是你 要把脑袋往陆路上撞 最后啊 吃亏的只能是你自己 可是徐大人 陛下当面在训斥卑职的时候 您都听见了呀 你不要老提这个 本官没有告诉朱将军 是你在陛下面前告了状 就已经对你是最大的保护了 你以为陛下 会因为你说的这些 就开罪朱将军 到生一 一生二 二生 到生一一生二 二生 我呀 我跟你说点正事 前天啊 那个姓高的呀 又把咱告到衙门里了 而且衙门呢 还派人来问我了 哪个姓高的 就是东庄那个姓高的呀 说啊 咱们占了才十亩好地 它一共多少亩地啊 一共十五亩啊 这事呢 你就亲自出马了 把他剩下的五亩呢 也都收回来 免得他麻烦啊 咱们帮他弄啊 对不对 我去吧 娃儿 我今天早上让你给朱将军送的东西 你给他送过去了吗 还没 但是一万万都准备好了 我让你送过去 什么叫准备好了 是是是 这事能马虎吗 啥你给我管起来 这事啊 我一会儿就去办 快快快 你们这删的多少钱啊 两文钱一把 过来 过来 到这边看看 你看看吧 我问你 该交的钱都交了吗 交了 大爷 该交的都交了 那就好 交了钱 生意才能有保证 看 又是他 哎 侯爷 看见对面那俩牙医了吗 专门是管这条街道的 冲我来的 咱是民部和官道 你也别往心里去 多快点 咱哪 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天下之至柔 驰骋天下之至坚 我说 这不是个好差事 拿官家钱 给官家办事 你有什么办法 走吧 找道老爷管用吗 不找道老爷找谁啊 这道老爷人倒是不错 但是不知 道老爷 道老爷回来 道老爷 快找道老爷 道老爷 你们这是 你们 你开 我说 道老爷 别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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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起来说话 起来说话 道老爷 你不跟我们做主 我们就不起来 对 这些事 本官都知道 我一定会想办法 给你们申冤的 好不好 道老爷 判于这个地方 我是住不下去了 可是 我忍不下这口气呀 这还是大明朝的天下吗 这和元朝 有什么不一样啊 道老爷 您是个好人 可是 要是有一天 舍命上山 当了杆子 您可不要埋怨我 你胡说什么 谁说这不是我大明的天下 皇帝陛下 最痛恨的就是那些 地方恶霸和不法之徒了 他只是还不知道 他们的所作所为吗 他一旦知道了 绝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 皇上管不了那么多事 您是县官 就是县管 我们只能请您 给我们申冤了 这你们放心 申冤的 只要我道童 还再认上一天 我就绝不会 侍卫素三 听之认之 但是我一定会想办法给你们申冤 谢谢道童 谢谢道童 朱将军 道童 恐怕已经在番禺混不下去了 当然了 混不下去就对了 将军 罗成仁这小子还真有一手 又就来一千两银子 好 这本书不错 老板 这本多少钱 五文钱 五文钱 不错 好 这本我买了 好好好 给 好 谢谢 好好给我做生意 大家一起做生意 我提有钱赚 老板 这前面走过来的 就是罗成仁吧 对对对 就是他 客官别问了 就是罗老爷 看你呢 看谁呢 看谁呢 我看谁 我谁也没看啊 你谁也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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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谁呢 你还敢说 你谁也没看 是吗 走 我们该走了 站住 想走啊 有那么容易吗 这腿长在我身上 我想走就走 眼睛长在我脸上 我想看谁就看谁 管得着吗你 站住 三哥 今天终于炮热带刺的了 好玩 来吧 我这样 你想看谁就看谁 你们 你们敢打人 我打的就是你 你们 将不将道理 就算他看了你们一眼 犯了什么法 你 你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我连你也一起打 你 你也不打 废人帮我打 叫你看 诸中自有黄蟹窝 诸中自有颜如日 看我 叫你看 看哪 看哪 哎 找了 睡啊 你怎么样啊 兄弟 是不是还想看谁就看谁啊 对 我想看谁我就看谁 对还一样啊 三哥 今天真碰好玩的了 把礼服绑住上 来吧 走 你们咋 这太不像话了 这太不像话了 仗着兵马四座后台 就这样啊 哎哟兄弟 你这儿读了几年破书嘛 你跟我狂什么狂啊你 我书比你读的不少 哎兄弟 我呢 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 这样 你呢 跪一下 给你罗爷磕三个响头 这事儿罗爷就当没发生 呸 这读书人真有骨气 你说 这光天画日之将 哎 兄弟 那我实话告诉你啊 你要是再这么跟我将些些 我量你三天三夜 我弄死你信力 嗯 大伙都听着 都看见了啊 有一个不识抬举的读书人 哎 竟敢在罗老爷面前 不给他面子 哈哈 罗老爷放话了 要绑他三天三夜 我看谁敢来救他 谁救他 下场 跟他一样 这真太不像话了 这种事儿 到底他有没有人管 罗爷 那接下来呢 以德夫人哪 对 哟 善儿 这兄弟肯定是渴了 弄点水喝呀 也弄点水 大家都看见了啊 多么仁慈的老爷 他渴了 老爷要给他弄点水喝 老爷 马上就有 你先帮我拿一下 哎 拿着 又又狠 苏绳 你今天真走运 你 还真给你带了一炮 这十年干的事儿啊 住手 你是干什么 撒尿 你管着吗 赶紧把裤子系好 把人放了 那什么事儿啊 还对我大呼小叫的 你是罗承人吗 还认识我 赶快叫你的手下把人放了 大平广东之下 成成妙子了 就是这个样子 你们不是看到了吗 这个样子 我们有功务在身 你可知道 我知道 你放还是不放 我不放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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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要放人吗 放啊 快给我看看 放啊 你以为你穿人衣服我不认识你了 罗承承 你别得意的太早了 就是连条走路的道都不给我留下 我们实在不知该怎么办 那姓罗的还说 如果我们还要管 就帮我们抓紧兵把司去 兵把司都成他们监狱了 过来死好几个呢 光打死的就有两个 老爷 你倒是出个主意啊 这样下去 我们连病都保不住 县衙还是县衙嘛 好了 好了 你先出去吧 老爷 王轩还被他们围着没法脱身样 要是真的被他们弄到兵马司去 那就凶多吉少了 我知道了 好了 好了 你先下去吧 是 我 我 如今我当的是个什么官哪 大家鱼死网破吧 老爷 您要三四而行啊 我已经想了很久了师爷 你 我当初 我当叛御来当这个县令 当初 心里真想好好做一番事业 起码能不辜负朝廷对我的信任 百姓们对我的袭击呀 可我现在当的是个什么官 该管的我不敢管 满街的老百姓笑话我 还有脸呆下去吗我 老爷 是否 要征得徐大人的首肯呢 不会同意的 要不 直接向皇上举报也是个好办法呀 没有用的 你的奏折根本到不了皇上手里 就算到了皇上手里 他派了一个人来 那个人敢为我们去得罪兵马司吗 不敢的 老爷 您真想来应当 从现在起 我道某就要做一个像样的县官 任谁也不能再藐视朝廷命官 我这条命 我豁出去了 咱跟他们同归于尽 从今日起你被解聘了 为什么 为什么呀 你本来就是边外的 你没必要陷进去 你私底下还是可以给我出出主意的 老爷 您真是不信任我呀 你真不后悔 我不后悔 我不后悔 来人 来人 给我火速召集人马 越多越好 给我到街市场去抓人 捉命 跟上 快点 快 把他给我扒了 你敢 你不想干什么 别说 别说 放手 来的正是时候 你不来不热闹 看看吧 抓 都抓起来 别动 放手 老子 把眼睛给我放亮点 看清楚了 我是你罗爷爷 抓的就是你 谁让你来抓的 韩御之前盗老爷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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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让开 罗承仁 人证物证俱在 你还有什么话说 我跟你有什么好讲的 你要是想讲 兵马司朱将军那儿 我跟你好好聊聊 大明律法上 一条条写得清清楚楚 你作恶多端 为害一方罪不可赦 任谁也帮不了你 道主 你不就是个小小的县令吗 你跟我大呼小叫什么呀 你是想告诉我 你压根就没有把我们朱将军放在眼里 那我实话也告诉你 在攀与这地面上 你混不成啊 最晚明天 你就得把我罗承仁 乖乖地给我送回去 到时哈 你可千万不要让我给你求情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老童啊 哎呀人活一世 草木一秋 没事儿呢 多摸摸自己脖子上面的脑袋 看看他还牢固 不牢固 来人 在 罪 罪犯不肯招供且口出狂言 工人侮辱朝廷命官 给我拖下去打 是 你敢 谁敢打我 谁敢 呼叫 我来 罗爷 救呀 我的妈呀 你 做什么的 罗爷 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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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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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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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招了吗 我招 你招了吗 我招了 停 招 我全招了 松手 来吧 老爷 疼死你 罗爷我 老爷 有了这个东西 谁再来说都没用了 明日 把这几个地痞流氓全都拿枷锁给锁了 拴在街市上 通群示众 以正视听 遵命 遵命 好 谁说大老爷是朱将军的人 对 大老爷是好人 对 大老爷是好人 老爷 别哭别哭 什么事啊 老爷 你可要为妾身做主啊 什么事啊 我哥 让潘瑜志县道童给抓起来了 什么 是道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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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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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老公 对 不老的 姑娘 你看看这是谁 快走 走 走 大家听我说 大家听我说 BURXEN JUNG 等犯 聚众滋事 蒙行乡礼 七航八十 流氓斗殴 勒索百姓钱财 观物凌家富女 侮辱宫职人员 怠唤官府生律 定案之前 卦牌通渠 市众三日 好 大家如有冤居 愿出庭作证者 书写状书 送至县衙 走 好 好 好 请进去 好 好 好 来呀 他胆子可真不小 没想到 他真敢下手 也好 上次的事情 应该有个了结了 把他抓起来 将军且慢 依李治 唯有皇帝陛下 才能撤换逮捕官员 抓了道通 那就是藐视朝廷 传到陛下耳道理 反而对将军不利呀 更何况 他还搞个狱装 那你说怎么办 让本将军在一个 小小的欺品之线身上 宰面子吗 将军 有些事情 看起来简单 做起来不简单哪 抓起来容易 抓了以后 又如何放呢 将军 末将以为 还是先把徐本叫来 由他出面 要道通 老老实实放人 如此 更有余地 用不着 好 将军 如果陛下 最近真的要来广东市场 那么 在这个节骨牙上 最好 不要节外生枝 要防止道通 狗急跳枪 那就请他来兵马司 老子倒要看看 他长着几颗脑袋 刀老爷 接面上 如同过节一般 老百姓啊 无不拍手称快 欢腾雀跃 好 好啊 我要的就是这个 为官一任 造福百姓 我道某虽不才 但也总算做了点事 就是不知道 兵马司和布政使司那边 如何反应 还不是要让我放人吗 老爷 那您打算如何应对呀 不放 我已经决定了 兵马司也好 布政使司也好 只要人犯的罪证确凿 录下口供 衙门秉公办理 就算是说出大天来 也是本县有理嘛 话再说回来了 我道同秉公办案 一不贪污 二不受贿 行得正 做得直 他们又能奈我何 军队就只军队 地方事务就能直接干预了 徐大人那边 也不好意思出面吧 再说这事 咱们这么做 不也替徐大人出气吗 盗老爷说得有理呀 而且说是正不压邪 如果真有正气 那邪恶也得畏惧三分 失忆至此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盗老爷 朱将军派人送来请柬 邀请大人晚上到兵马司赴宴 告诉他 本县今日公务繁忙 改天再去拜访 来人特别说明 朱将军只请徐大人和您 请您务必光临 知道了 你下去吧 是 面子不小啊 盗老爷 这说明啊 朱将军他们怕把事情闹大 他们到底不站在礼上 去吗 不去也不在礼上 朱将军没想到 潘芸县会出了您这么一位县令 潘芸的百姓也没想到 广东会来了这么个将军 这顿饭不好吃啊 这顿饭不好吃啊 到头了到头 你也太让我失望了 朱将军 给你台阶下 今天还要请你吃饭 那是器重你为人耿直 忠于职守 本官今日作陪 也是为了减轻你的责任 使你不治为难 你说你 你还要怎么样 徐大人 这罗承仁 他如果只是行为不端 犯有一些轻微小错 那卑职 看在朱将军的面子 肯定会放过于他 但是 罗承仁所犯的罪行 那真是庆竹难输 而且民愤极大 铁证如山 卑职要是放过了他 那 让卑职今后 如何还能够在这 潘芸立足呢 他就想要是 同学 那是庆童的罪行 你怎么也要是庆童的罪行 你怎么能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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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这么要求过你 但是本官也再三地要求 凡是要与大局为重 要权衡周详 潘云人人都知道 罗承仁与朱将军的关系 而朱将军肩负着整个广东省 保敬安民之重责 影响巨大 能为了你区区一线 而忽略我们全省呢 徐大人 朱将军 卑职这么做 正是为了大局所着想 这罗承仁 道出所犯之罪行 都是打着朱将军的旗号 朱将军 卑职认为 朱将军以侯爷之尊 国家封疆之大力 更应当为地方除暴安良 以解皇上南国之忧 卑职所做的 也是为了朱将军的威望 不致受到玷污 若是这个罗承仁 能够得到秉公的惩处 更能使民众深信朱将军 您的铁面无私 那些对朱将军不利的谣言 也就不攻自破 卑职这么做 不得不说是 为了朱将军您的轻语着想啊 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信不信我一刀砍了你 朱将军 卑职还是希望 朱将军能够体谅卑职的处境 能够支持卑职依法办案 你这顿饭还想不想吃 朱将军 今日宴请卑职 卑职受处若惊 卑职本想趁此机会 将实情解释给朱将军 还望朱将军您能够谅解 要是老子不谅解呢 朱将军 朱将军 卑职确实是诚心诚意的 朱将军 朱将军 道童啊道童 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到 你竟然顽固到这种地步 一孤行把事做绝 你以为人家朱将军所做的事 还要假借你一手吗 我们把你请来跟你商量 那是为了让你在潘语 能够继续做你的县领 难道还要本官和朱将军 反过来求你不成 徐大人 有些事在这儿不便多说 可是卑职的想法 徐大人您是知道的 而且徐大人 您心里应该有数吧 可我从来没让你如此轻举妄动 再说你事先也没有跟我打过招呼 卑职绝对没有埋怨徐大人之意 卑职没有提前告诉徐大人 因为卑职心里 已经决定了 卑职要自己承担所有一切后果 你承担一切后果 道童 你以为 朱将军还会第二次请你吃饭吗 你以为你在潘雨还能继续坐下去吗 所有一切后果卑职都已经思考过了 徐大人 利弊得失我知道 开宫没有回头见 覆水难收 徐大人 卑职已经义无反顾 好好好 那你就走吧 老爷回来了 啊 这 老爷 这 怎么 没答应 跟我走 将军 这种事您就别出面了 不干 京军 姓道的 你童天哪 闭嘴 不准随意交谈 喊什么喊 老实点 闭嘴 老爷 老爷 闭嘴 我骗行 你告诉那个姓道的 告诉他别跟我狂 告诉他我罗承仁说了 他姓道的离死不远了 不懂是谁的底盘 是我妹夫朱将军的底盘 他到头不想混了是吗 来人了 朱将军来了 朱将军 朱将军 朱将军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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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门打开放人 朱将军 朱将军 出来跑 走 朱将军 死了 朱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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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不能带走 滚一辆去 朱将军 朱将军 把罗承仁给抢走了 什么 你快去唆我说呀 绝业 您就别生气了 五二哥 这不是知错了吗 绝业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我辜负了绝业对我那么大的期望 给添了那么多的麻烦 绝业对我们罗家的大恩大德 我罗成仁 我罗成仁这辈子永生难忘 我真想把你剁了 绝 绝息怒 绝息怒 绝业 把你绑起来 由劫势众 那是丢我的脸 把你抢回来 还是丢我的脸 我这个侯爵之尊 光天化日之下去泄牙抢人 抢回来的都是一群流氓 你这个混蛋陷我于不仁不义 让天下人笑话 绝业 绝业 绝业真的知错了 绝业息怒 来来来 您先坐 绝业 千错万错都是我哥哥的错 让他以后注意就是了 妾身啊 原本是想 您只是随便派几个兵到监事上走一走 把人救回来就是了 也没想到怎么您就亲自出马了呢 你懂个屁 为了这件事 老子舍身面子 请道通吃饭 还请那个许本来作陪 那家伙一点面子都不给 老子才亲自出马 不然这件事情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潘虞之线 胆子也太大了 悲切不懂你们官场上的事 但是切身想啊 这个之线不但顽固 而且狡猾 他呀 正是利用了绝业您地位显赫 又爱惜名声 才有意做出此等金氏害俗之举 哎 孤名调狱的 还以为绝业您奈何不了他呢 你给我闭嘴 今日之事 我已经吃了大亏 表面上 我是抖着威风胜利回朝 实际上 我是做了你们一伙流氓的搬头 成了夏三滥 成了夏九流 滚 给我滚 好记住 拿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已到 哦 可喜可憐可悲的大木落下 輝煌不再面容襲襟前滑 泪花殘煙雪 冷冷的滴桑 写下詩詩該寫的話 該寫的話 哦 夢也有家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